明明去旅行的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第一次玩 貪得意 不知道自己玩多久 有個店員介紹我 玩這隻 只有燒一次 128元 燒到一鍋水多一點 就沒有了 大概一公升水 就沒有了燃料 原來那些是石蠟 那時候一打開這個 就有些石蠟 我就當一個 桌子燒 那個鍋就放上去 就燒燒燒燒燒 最後沒有了 我覺得雖然燒 看著它的錢就好像消失了 有一種完全燒人家的感覺 但是又好像幾開心 又不甘心 然後就變了玩其他東西 漸漸就醒目 就開始有些狼狼買東西 就不會愚蠢 然後我試試推介這個酒精 這個酒精其實很低溫 就好像平時去一些快餐店打火鍋 好像大快活的打火鍋 這裡有兩個 一個燃點 你帶火機去的 火石燒不著 那你就燒 你要找東西托著它 那時候我調氣不順 這個架就覺得 我當我128元買了這個架 就當我128元燒燃子 那我調氣不順 我就這樣設計了這個 這樣 叫酒精燈 這個東西我買了19元 就可以煲水了 那我看有些人用雷罐 什麼都做到一個燃燒的東西 那其實最重要 你燃燒的部分 和火中間有空間就會成立 你就不能壓扁它 就會蓋燃火 那燃燒的原理就是這樣 好 那分享著這麼多 其實很多東西都可以用來做燃燒的 就算柴火都可以 但是提提 柴火就不能在地上燒 那些泥土就會被你殺了 那你怎樣也好 用一些金屬 或者一些燒不著的東西 墊著底 那你就用柴火 就燒就會好些 我們玩玩玩都要愛識大戰 好 今天先說到這麼多 謝謝 拜拜